欢迎大家 那么接下来呢 我给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投资来生 精彩到了 在座的各位 可能你们都做过投资 至少买过什么多多啊 马票啊 还有呢 做一些生意啊 那你们有没有想到 你们要投资来生啊 有人问了 老师是不是还有个银行啊 我到那边可以提钱 所以是才能拿得到钱嘛 所以投资来生 实际上不是这个样的 不是这个样 那么听完这个讲座呢 大家可能就有一些体会 我们怎么样去投资来生 那么首先呢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我们今生啊 都做了一些投资 那么大家的投资 你们的回报是什么 你们为什么要去做投资啊 实际上很简单的 就是你投资的目的是为你 这一生活着更好 也就是说你今天投资 是为了明天活得更好 你今天投资是为了明年活着更好 好 这一生你累积下来的所有的投资 你为了什么 这个问题很大 但是我们今天谁都不去问 为什么 大家都知道 我们所有的投资 到最后的那一刻 我们要离开这个人世的时候 是全部化为什么 泡营 没有东西你可以带走 所以说我们今天的投资 明天可以看得到 今年的投资 明年也可以看得到它的结果 但是你这一生的投资 的结果 最后居然是你带不走的 所以这个问题很大 那么实际上这是一个解决 人为什么要活着的问题 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我们在座的各位 你把你的人生终点 涉及到几时 我经常跟朋友聊天 特别一些老年朋友 我跟他们聊天 我说那你把你的人生的 最后那个时间涉及到哪里 他说是退休了 然后我说你准备什么时间退休 我们新加坡的人很精干 很勤奋 他说我75岁退休 我说75岁退休 OK 那你75岁之后再准备活多少年 他说还不活到八九十岁 现在受医疗条件好 生活条件好 活个八九十岁没有问题的 我说你从75岁 假如活到八十五岁的话 你这十年干什么 他说享受了 我说你享受了在干什么 他就不知道答案 实际上我们大部分人 在75岁到85岁这个年龄的时候 你不是在享受 是在遭罪呀 很多人是遭罪呀 充其量是躺在病床上享受 充其量是多吃点美味的药而已呀 因为你你已经心肝脾腺肺的功能都不好了 你很难去享受什么东西 有的人牙齿也都掉光了 所以你没有什么享受 那么说白了不好听一点 你就在等一件事情发生 那件事情是什么 死亡的来历 所以是我们一旦退休下来 你不再去为这个社会做贡献的时候 那么你只有一件事情在等待 等待死亡的到来 并且越临近死亡的时候 你越恐惧 什么原因导致的这个样子呢 在中国古代叫寿终正寝 这我死的时候我没有病 并且我开心的死 我死的时候很开心的死 看看儿子们成长的都很好 孩子们都很争气 我可以放心了 所以是没有病 叫无疾而终 寿终正寝 但是我们现在人做不到 为什么做不到 因为我们恐惧 因为有一个东西在 随时可以来临 就是死亡 所以我们在等着那天的来临 之前剩的只有恐惧 尤其是当我们最后的一段时间 我们不甘心的 为什么不甘心 因为你投资了一生的东西 都摆在你的面前 结果你要把它什么 统统的放下 我们放不下 我死了以后 这个房子给谁啊 我死了以后 我的马赛尼给谁啊 我的孩子会不会因为争遗产而吵架 像人家一样告到法庭 兄弟反目 所以你不放心 什么原因导致的这样的结果 就是一个很简单的答案 就是你设计错了人生 不是你之前设计错了 是你把这个人生的终点设计错了 你从需要重新的设计人生 一个真正的大智慧者 他是怎么设计人生的 他是把来生当作明天来设计的 就是我今天要死了 我都不怕 大不了是睡了一觉 然后明天我再来 就像我们到晚上都要死一次的嘛 那你死了 明天醒来又活过来了嘛 说是且不要管他有没有来生 说到底有没有来生 赵老师 你把那个东西展现给我看 我没有办法 但是呢 如果我们把人生的终点 设计到你最后死亡的那一刻的话 你会很划不来 为什么 一个结果是 你无忧无虑的开心的死去 一个结果是 你恐惧的 痛苦的死去 不甘心的死去 但从这个结果上 我们如果只设计今生的人 设计把终点设计到最后那一天的人 你就是没有智慧的人 那有两种可能性 一种是死后真的有来生 假如没有来生 你设计到说 我今天活一天 我今天明天要走 或者今晚上我就可能跟这个人世间 拜拜了 但是我今天还在努力工作着 我今天还在为明天做投资 那你今天会活得很开心 到最后死的那一刻 你也会很开心 开心的死去 那这个结果冲击量是 如果没有来生 我们比那个恐惧着死去的人 已经赚到 那么还有一种可能性是 假如真的有来生呢 你们知道一些人的财务经常出问题 是为什么 他不规划自己的财务 有钱就烂花 所以是他不进行设计 不进行规划 不对来生进行规划 那么我们大部分人都是不对来生进行规划的人 所以是 那么最后 假如真的有来生 有两个人 一个是他活到最后的那一天 都在投资来生 都在为来生做准备 那一个是 稀里糊涂的 没有做规划 他的结果能是一样吗 完全不逃 那假如真的有来生 这个人 他有智慧 所以活着的时候 已经设计好了来生 他会很 有条不紊的去享受 他未来的人生 那么你不做设计的人 你会仓皇的去应对来生的到来 所以投资来生 精彩到老 是我们每一个人 应该去思考的一个问题 也就是要解决一个 我们为什么要活着的问题 因为你所有的财产 所有的房产 所有的现金存款 没一样你是能带走的 但是有些东西你是可以带走的 我们传统古人说得好 你一手提着闪 一手提着恶走的 那是你今生的结果 你分斗了一生的 最后的回报 会被你带走 但是带走的不是有形的 那今天的世界科学家已经很诚心地告诉我们 他觉得很对不起大家 为什么 人类的科学 我们一直以来是很依赖于科学家的 认为科学能够证明给我们看的 才是宇宙人生之实现 结果科学家今天告诉我们说很对不起 为什么 我们这几百年来发展的现代科学 只对宇宙中5% 大家听好了 只对宇宙中5%的物质世界进行的研究 对另外的95%的二物质世界 我们居然没有办法向大家有个交代 为什么 现在科学发明的所有的能够呈现给大家看的 无论是高倍的显微镜 放大镜 还有射电望远镜 这些所有的东西都要通过电子反应 还有光感 才能够呈现给大家去看 但是恰恰是 今天95%的客观真实存在的暗物质世界 这些跟电子跟光不发生任何的反应 所以科学家公开的宣布 他们经过60年的痛苦挣扎 在去年公开的宣称 95%的暗物质世界 暗能量世界是真实存在的 但是遗憾的是 我们不能展现给你们看 这就是科学界最新的发现 我们在座的各位可能都过了四五十岁的人 在我们的脑海中 我们一直有一个明信的观念 就是明信科学 认为科学能够证明给我们的才是真科学 实际上在中国古人 还有印度古人 西方的圣者们 他们还采用另外一种科学的研究方法 称之为玄学 那么在我们研究这些玄学 包括印度的佛教 西方的基督教 天主教 东正教 还有阿拉伯世界的伊斯兰教 那么还有中国的道教 这些通通都称之为玄学 为什么称之为玄学 因为不能够被现代的科学 做成像和电磁感应的展现 但是它又是真实客观的存在 我们在研究他们的经典的时候 发现他们大量的智慧 居然是对 95%的暗物质世界 暗能量世界 进行了科学的描绘 相当科学 所以我现在就在教学生 教学生干什么 教学生进行玄学与科学的结合 做大量的科学实验 但是我们做的科学实验 跟普通人不一样 我们的实验室不用投资 为什么你们之前已经投资好了 爹妈已经给你们造好了 就是你们的身体 所以古代叫体道于身 体道于心 把玄学的规律 把95%的暗物质世界的规律 可以通过你的身体 通过你的心灵 进行感应道教的实验 他要知道玄学 为什么把它上升到科学玄学 而不是明信的玄学 那么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作为一个科学 一定要实验 有实验工程 作为玄学也要有实验工程 那么实验工程的真实性在于哪里 就是欧洲人做同样的一个科学实验 跟我们东方人 也做同样的一个实验的结果 是一个不是两个 这就是真正的科学 是唯一的 不是二 不是说中国人做了一个实验 结果是这个样的 欧洲人做了一个实验 科学实验 结果又是另外一样 那就不是科学 那是忽悠学 你说你的 我说我的 那叫忽悠学 那不叫科学 真正的科学 就是谁做这个实验 结果都是一样 所以他的方法很简单 佛学 道学 基督学 伊斯兰教的学问 还有印度的一些古学问 那么他教给我们的 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些技术方法 是用你的身心去进行实验 实验什么 实验 验证 玄学的科学系 所以这个叫实验工程 那么这些实验工程的结果 居然跟玄学中的客观描绘 是一模一样的 没有任何的偏差的 所以我在新加坡教学 将近两年以来 那么大量的学生 通过这些玄学的实验 改变了自己的人生 改变了自己的思维模式 实际我们人跟人之间差了什么 我们跟所有的人 圣人 还有那些大成功者 都没有什么差异 别人一个脑袋 你也一个脑袋 别人会说话 你也会说话 你有什么差异 没有差异 差别在哪里 实际上很简单的一点 就是什么 就是我们的思维模式 跟人家不一样 所以我们这一生 要获得真正的成功 我们首先对自己的思维模式 进行更新再造 你只有突破自己的思维模式 你才能够真正的 彻底的改变人生 其中一个思维模式的改变 就是我们要借助现代科学 最新的科学成果 对自己关于玄学与科学的改造 就是承认玄学的科学性与真实性 大胆地对玄学中 那些智慧 那些真实的东西去做实验 去实证看 这是第一个要改造 第二个在思维模式上 我们一定要提升自己思维的思维力 改变自己的思维模式 通常我们人的思维模式 有这样几个思维模式 一个思维模式就是典型思维 什么是典型思维 我们经常是有些事情过不了关 实际上我们过不了关的那点事情 往往就是一点事情 一点事情 所以你只是专注在那一点事情 不肯放肆 不肯去求未来的结果的话 那这种人叫典型思维 他可以把一点事情放到 放到很大的空间中去发挥它 搞得极权不宁 全家人不得安宁 全公司不得安宁 全国人民不得安宁 他可以把那一点事情 无限放大 这种人是很敌敌的人 他叫典型思维 那线型思维是什么样的思维呢 线型思维是很比典型思维 更进步的一个思维 他看到了明天 后天 未来 过去是 今是 未来是 这种他就展现了一个线型思维 也就是从一个点不停的点的前进 他想今天这点事情可能明天就会有解决的方案 所以他会说服自己 我们高级的人跟低级的人的一个差别 就是你的化力如何 化学的化 进化 进化的话 这个化力很重要 就是你能否自己说服自己 自己进化自己 自己劝化自己 把矛盾通通的化解掉 这就是大人物 有大能力的人 必须要做到的 那么我们用线型思维来取代典型思维的人 我们看事情在发展的中 看事情 现在这点事情 结果不好 等一下再看 就像你们看股票一样 哇 现在一路跌啊 完了你就心蹦蹦跳 但是你会线型思维的人 不要怕 为什么 他有一个曲线 走到那个低点呢 他会回来 你再找那个低点 等着他攀升 这就是线型思维 线型思维 所以你就比点性思维怎么样 已经进步了很多 那么还有一个更高级的思维 叫面性思维 面性思维是什么 就是你把那点事 放在一个大面上去看 第一层面 就是你个人的事情 放在家庭里去看 这是你个人的事情 要不要影响到家人的心情 不要 不要就劝化自己 这个时候 为什么你要照顾家人的幸福 你再委屈自己 劝化自己 使这点事情在你这儿化解掉 变成没有事情 那么更大的人 他会化解在社区里 说我家里这点事 放在整个社区里算什么事 我家里这点事 放在整个国家算什么事 我家里这点事 放在整个世界中 又算多大点事 这个时候你的面越来越广 越来越广 所以说那么你有面性思维了 面性思维的人 他的智慧力超越了现性思维 那么在更高级的一个思维 叫立体思维 什么叫立体思维 你把你家那点事 放到宇宙中去看 放到宇宙星环中去看 在宇宙中地球都是那么一个小沙利 一点点 你那点事又多大 所以古人叫天人合一的智慧 这是我们中国人特有的 华人特有的一种技感 你们知道在中国的这个佛学中 有一个禅宗 禅宗出祖达摩祖师 从印度到中国传法的时候 他为什么选择了中国去传法 因为他的师父告诉他说 中国人有大成龙象 但是不是现在的中国人 我们很老实地讲 因为我之前是中国移民过来 现在的中国人也没有了大成龙象 什么是大成龙象 飞龙在天 天人合一 你思考问题的时候 动辄就是天地人合一的去思考 所以你把那点事情根本就不在乎 尤其是自私自利的 关乎到自己的生死荣辱的那点事情 你完全不去在乎 你关乎的是天下兴旺 匹夫有责的大事情 所以这种就叫大成龙象 你考虑事情飞龙在天 你站在立体的高度上去看问题 那么你必定得到的是一个 自己能够把自己所有问题化解的方法 所以禅宗为什么不理文字 直指人心立地成佛 他跟密宗的口号是一样的 就是你在今生立地成佛 那么他的原因就是告诉中国人有大成龙象 我们现在很多华人 包括世界我接触的很多修道者 修佛者 他们也修禅宗 也修子官 他们就问说老师为什么我修就不好死 为什么没有效果 我说是 你有没有大成龙象啊 我们为什么今天修子官 修禅宗 很少见成就者 但是在六祖惠能大师之前 神热他的之后的几代人中 大成就者不可以用数字去数量 很容易成就的 因为他们有大成龙象 有天人合一的智慧 有立体思维的模式 那么在更高级的一个思维叫时空思维 时空思维是超过了天人合一的智慧的大思维 它是什么 它是把时间作为一个考量单位 跟空间同步取用的一个思维方式 你如果要成为一个大公司的总裁 你要是自己的人生真正获得大成功 你一定要凡是在空间思维的 立体思维的之上 要加一个时间思维 叫时空思维 也就是说在律师俱进的去考虑事情 叫狗日新日新 是也就在我们开场讲课到现在 整个地球的位置已经发生了转变 为什么它在不停的自转 又围着太阳在不停的公转 所以我们现在所处的那个时空位置 已经进行了偏离的 你有这样的大智慧的人 你在考虑任何事情的时候 所以中国的义经之道 什么是义 义就是永远的永恒的变动 为什么是永恒的变动 因为地球在永恒的变动 因为太阳系围着银河系在永恒的变动 因为银河系自己在旋转 在永恒的变动 所以义道就是你要狗日新日日新 你要认识到现在最新的结果跟最新的时空点 在这个时空点上你应该怎么做 你就去怎么做 而不是你盲目的还念旧 说想当年老子的队伍什么 怎么怎么样 对不对 你还在留恋在过去时 那你没有智慧 那只是一缸醋 说出来酸不溜溜的 没有意思 所以我们要有时空概念的人 我们不活在过去里 活在当下 为了美好的未来 在奋景 这个未来 是你到死的那一天都有未来 就是你死之后的那个未来 你要为它去活着 为它去活着 所以时空思维给我们提示 我们死是会产生一种变化的 那这种变化到底像什么方面变化 实际上只有两条路给大家选择 一条是进化 你比之前更高了 更高级了 一种是退化 你比之前更什么 不如了 退步了 退化了 就这么两条路 你说我停留在那个点上 也不进也不退 很难 所以时空思维给我们展现了 一个更高级的思维 也就是说 在我们死的时候 还要活着死 活着从自己的身体里走出来 很潇洒地跟子孙们说 拜拜 再见 来生记得我 走了 一点痛苦都没有 所以是社会上有一些临终关怀 都是劝他 怎么怎么样 怎么怎么样 所以是不要紧啊 你的病很好啊 没有问题啊 到死的那天还都说没有问题啊 给他一种什么 怨恨心 你说没有问题 最后我死了 你看看 都是你骗我 我去临终关怀 那些 我看他们真的实在不行的人 我给他们怎么说 我说阿姨 你就安息吧 放心的走 你的屋子已经破了 干嘛还要它 破屋子已经不能用了 就换一个新屋子吧 即使我换了新屋子 再回来找我 我们还是朋友 他很开心 很开心 我说你好好灭佛 灭佛 阿弥陀佛一定来接你 关于佛赛一定来接你 你是基督徒 基督徒很好 你一定求玛利亚 你求耶稣基督 因为耶稣基督 把你们的罪都赦免了 所以你求他 他一定领你上天堂 所以他用自己的一个念力 一个开心的走法 全家人都没有累赘 为什么 他走的时候笑着走的 面上没有痛苦 不是那种痛苦的 不想死 最后被迫死的人 所以我们要认识到 我们谁都难免一死 但是死可以有不同的死法 我们开心的死 活着死 不要是被逼着死 那这就要求我们做一件事情 做什么事情 在你活着的当下 无论你现在二十岁 还是三十岁 还是七八十岁 你都开始对自己的来生进行设计 进行规划 从当下开始 而不是到死的那一天 因为到死的那一天来不及了 你们知道投资要时间的 你们要把种子 种到地下 要时间的 到时间才能去收小麦 到时间才能摘苹果 所以是大家要知道 把握当下 把自己的来生 规划 那么用什么样的智慧 去规划呢 所以是老子有一句话 就值得我们去思考 他说 无中生有 无有如意无间也 刚才讲了 科学家发现的秘密 是我们的这个世界 有物质世界 和暗物质世界 并且暗物质世界 占了我们宇宙的 95%的空间 所以是 那么 我的老师们告诉我说 有之以为力 无之以为用 什么意思 就是有形的东西 都是给你拿来做工具的 你可以利用它 包括我们的身体 身体的当下 你的身体是一个利器 叫帮之利器 不可以示人 它是什么气 那在古代叫 再道之气 大家问一问 我们今天的身体 是什么利器 说不好听的是 愚望之气 你是自己实现 自己愚望的 那个工具 但是愚望的结果是什么 愚望的结果 只有一个叫快乐 快乐的后面是什么 所以是不好听的话 叫快快乐 快快悲 因为乐完了以后 就没有乐了 你们想一想 你们想到 iPhone手机 要得到那个 iPhone手机的时候 你拼命的去想 攒钱买啊买 当你真正买到手的时候 两天 就不乐了 为什么 那个劲儿过了 就不乐了 人家说一句好话 你快乐两个小时 两个小时以后 遇到一件烦恼事 又不乐了 说快快乐的结果 最后是快快悲 那么古人追求的 圣者们追求的 不是快快乐 它是什么 它叫妙乐 那么妙乐跟快乐的差别在哪里 妙乐在叫 命处大乐 是我们要反观 内照 向内去寻求 自己的真实的 永恒的快乐 我们今天的人类的快乐 都建立在 五欲六成的追逐上 眼耳鼻舌身翼 的追逐上 但是这些所有的东西 因为是外球来的 所以它都不永恒 你花五千块 买了一个elev包 明天那就贬子 因为你去退货的时候 人家就要收你的价钱 你拿去转手的时候 就开始贬子 是不是永恒的 只有内处的妙乐 它是你内在的 身跟心的 灵的 真实的快乐 那是永恒的 所以它要求把眼耳鼻舌身翼 这六种工具 反观内照 向内去使用 获得真正的内处大乐 内处妙乐 这种妙乐 会使你的健康 获得大量的改善 你从此 那个病没了 为什么你之前 用眼耳鼻舌身翼 放出的光 去追求的是欲望 是追求的那个心里的 那一刹那的快乐 但是你现在 把你的这个生命之光 通过眼耳鼻舌身翼 向内 再造自己的色身 再造自己的灵性 那么你多造一会儿 你的身体就更健康 再多造一天 你的身体就更健康 你再造一年 你什么病都没了 所以这种内处妙乐 它这种快乐 不是你吃药 不是你吃到什么 不是你看到什么 不是你听到什么 可以得到的 所以这就是古人 教给我们的玄学的核心 一种方法 是我们今天的 教给大家的 眼耳鼻舌身 去贪着物欲的享受 你把自己的幸福 建立在他的幸福之上 这个他 就是物化的东西 你买到了一个 Eleway Bar 你觉得很快乐 你买到一个 日夜响念的手机 你很快乐 这都是物化的东西 你把这个快乐 记在这上面 没有办法永恒 因为它会救 那么你如果把你的快乐 建立在宁处妙乐上面 你自己的身体会越来越好 你的精气神会越来越好 你自己心肝脾身肥都健康了 你自己的精神 就没有任何的压力 可以束缚你 你会很开心的活着 有钱你也会很开心 没钱你也会很开心 所以这就是逆反之道 但是这种逆反之道 你这一生这样去做 一个你可以延长 你这一生这个身体的寿命 保护好这个工具的健康 完整修复它成为一个力气 它就可以载着你走更长的时间 就像你们思维 你们的汽车一样 你不思维它 你最后的结果是 停在半路上 但是我们今天经常的不负责任 有人说今天的人自私自利 我说大错特错 他说为什么张老师 我说今天的人绝对不自私自利 都一点智慧都没有 根本就不管自己 你们想想你们管过自己吗 什么是自己 这个是自己呀 这是你自己的身体呀 这辆车要多少钱你肯卖 买辆宝马 二十万三十万新币 你觉得很珍贵 请问大家 你们这个身体 现在肯多少钱卖给我 无价之宝 这就是你们真正的 无价之宝 佛所告诉我们的 你的无价宝珠啊 明珠啊 你就要通过这个身体 去好好地实现 自己身心灵的解脱 要善用它 但是你要保养它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 修真界有一些特殊的现象 就是只追求哲学的高度 思辨力 而没有追求真实的内在的健康 你们知道 观音菩萨手中拿着一个净瓶 那这个净瓶中 它盛着什么 水 叫干露水 试问大家 如果这个瓶子是漏的呢 它还能装水吗 尤其是底是漏的呢 一滴水都不会渗啊 那它其中的杨柳枝 又如何地能够获得永远的长青呢 我们今天祈求长寿 祈求着永生 永生不老 祈求着来生 获得一个更高级的生命体 去计划 但是既然你们的瓶子漏了 没一个肯去修复 我们叫漏体 这个漏有六个漏 眼耳鼻石身矣 六根都在漏 抛散你大量的能量 所以说我们有一句话 大家也没去深入地理解它 叫自我保重啊 你们没有关心自己 你们没有保重啊 说老师我很保重 为什么我过马路 我左看右看 没有车我才过 不被车撞 我很保重 我们今天理解古文化 没有深度 心情上说 观自在菩萨 行身 般若波罗蜜都是 我们今天都是 浅浅的波罗蜜 有一点波罗蜜 你也是浅浅的 更多 你还是没有波罗蜜 你没有自慧 就叫没有波罗蜜 所以说我们 如何地去行身 般若波罗蜜多呢 你这个身 要扎根 要向下 要把那个重字解读起来 什么叫自重 什么叫自我保重 说你要真重 你要自我保重 什么叫自重 大家知道 那个矿源水瓶 如果里面一滴水 没有的话 你用一口气 就可以把这个瓶子 吹倒 假如里面装了半瓶水 你吹的话 能吹到吗 吹不到 要很大的风 才可以吹到 但是古人说 八风吹不动 你看重不重 所以是重入泰山 八风都吹不动 八风是什么 喜怒哀乐悲恐惊啊 我们的喜怒哀乐悲恐惊 一起 你都是什么 就成了羊柳子啊 一点小风 你就吹得 停不下来呀 所以什么叫自重 自重 是要使自己体内的能量增加 把你的那个空瓶子 再灌上 灌上矿泉水 干露水 所以这就是自重的秘密 这就是保重的秘密 所以你千万要保重保重 你要使你的重量不要减 不要变成二两鸡毛地 变成青啊 青入红毛啊 所以说我们要重入泰山 这个叫重 你的灾重量到底有多大 你是一个一吨的卡车 还是十吨的卡车 你还是万吨的巨轮 对于万吨巨轮来讲 一千吨的重量都没问题的 但是对于我们稚嫩的肩膀 你扛得起万吨的重量 但是我们古人讲 千金的人物 万金的人物 居然有这样的人物 能够把天地顶起来 这是什么样的人 这是真正把自己的德行 修到重量级的人物 我们都喜欢成为大 都喜欢成为重量级人物 你们自己有没有自重 有没有保重 所以我们活了几十年 体内大量的能量 已经被我们抛杀出去了 我们已经快接近 滴水不胜的空瓶子了 所以为什么我们知道不要生脾 发脾气啊 知道发脾气不好伤肝啊 但是我们遇到的事就是要发脾气 什么原因 你不自重啊 你里面没有重量啊 你经不起那个风的吹啊 所以你想不发脾气 你想得行好 人以理直性 无伦无常 都好的话 那你首先要使自己的重量 重新回来 那这种五种能量是什么呢 叫基 木 水 火 土 它是五能来着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给大家看一眼 我们古文化中 跟今天的文化的差异在哪里 大家看这个图谱 我们看这个图的时候 我们发现这是一个立方体 所以这个立方体在古代给它了一个名字 叫什么呢 叫方寸之心 我们经常说你乱了方寸呢 你方寸乱了你才做错事了 那这个方寸有什么组合的呢 我们一直没有找到 也就是说我们的心理结构 到底是由什么来建立的呢 所以说当我们恢复了古的文化体系的时候 也就是我们真正的人本进化的文化体系的时候 我们才发现 原来我们的方寸之心 是由33个字组成的一个立方体 它由三根支柱支撑起来 一根支柱是什么 向上的这个我们叫灵性支柱 又叫刚才给大家讲的思维意识支柱 也就是说我们要进行超越 首先要对思维意识的改变 你不要点性思维 你不要线性思维 你要时空思维 当然时空思维之上 还有真心思维 真性思维 空力思维 这是三个一真法界中 圣者具有的思维 你要想真正的成真 真正成圣 你要改变自己的思维模式 突破第八的思维意识 上到第九阿摩罗斯的思维模式 然后才能成真成圣 所以这是更高级的思维模式 我们今天不讲 然后下面还有一个走线 大家看到的 就是对应着我们的健康 有关系的心肝脾肾肺 五脏中储存的金木水火土 五行的能量 一直以来 我们把中国的五行糟蹋了 说是什么 叫取类比相也 把它哲学化 文学化 大错特错 它是能量性 我们讲道德的时候 道德有三个方面的道德 一个是德性 我们经常说 你看这个人德性不好 性格的幸福好 德性不好 还有什么 德能 你要成为一个超量级的人物 大人物 你要有大能力 你要有大能耐 对不对 你没有这个德能 如何说你是一个真正的大人物呢 所以说德能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走线 那么还有什么 还有大家知道的德行 为什么我们要有德行 因为你没有德行的话 你这根走线就是残缺不全的 所以说我们展开这个三走线的时候 发现我们既要有德性 人之初性本善 的性 性相近 喜贤远的性 然后呢 还要有德能 你要有能量 大家知道火箭升天 我们每一个人将来都想离开地球 不做人 不做人做什么呀 做神仙 以前古人是有一股对联 说是堂上坐着的不是人 一个老太太祝寿 所以是有人送一个对联 这对联展开上联是什么 然后打开的时候大家都要揍那个人 说是堂上坐着的不是人 然后打开那一联是什么 乃是南极一仙 所以是你们要升天吗 你要做神仙吗 你要把自己体内的能 练到光的层次才可以升天 什么意思 因为今年的科学家告诉我们 只有光可以在真宫中穿行 你们如果简单的只是练点气功 练点念功 那你练的成全量是一团气 你这一团气怎么离开地球啊 离开地球你还要带着氧气瓶啊 所以你只练气功惨了 你离开地球的时候 你要带着氧气瓶走 为什么 到了高太空以后 没有氧气了 所以光练气功不行 所以古人是把 业气光阴四大雷骨子 融合着去熄变 那么你要练经化气 练气化神 所以说我们一直以来 对神都有一个错误的理解 说神就是外在的鬼神 实际上后来我的师父告诉我 神即光光即神 所以说我说神仙很了不起 师父说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我说一下子来一下子走还了不起 所以说师父说那就是一团光嘛 所以我们知道今天的光可以按36万公里 每秒36万公里的速度穿行 只有光可以在太空不用带氧气罩 所以说你们要修炼 就要把自己的身体修到光陨深 你才可以真正的穿越宇宙时空 去不同的天 不是说说知道那个道理 就可以完成了 那么这个德行是什么 德行是你内在的能量 外在的波动 今天在科学界称之为玻璃二相性 也就是说有什么样的物质粒子 会有什么样的波动 这个波动展现在人伦社会上 就变成了五轮五常五横 就变成了你的德行 所以说我们经常 今天所谓的道德教育 大家都在品行上进行教育 只是在德行上进行教育 而没有自重 没有增加自己矿源水 增加这个宝器中的能量 物质能量 所以我们虽然是想不缺德 做不到 为什么 你是空瓶子 同时我们对思维意识上 我们着重于羊耳皮 师生五欲的教育 我们今天社会教育 还在这个方面加强 实际这个不是人本进化的文化 这是人本陆落的文化 为什么 你在促使着人像陆落的方向 追求物欲的享受 它是很低级的生命题 我们人跟动物的一个重要区别 就在于我们的意识思维能力 跟动物不同 大家知道 动物跟植物的区别 在于植物没有意识 没有思维能力 动物有意识 但是动物的意识 仅限于第六意识 也就是说 它有生 耳 蛇 鼻 眼 翼的意识 它的意识叫惯性意识 猪吃饱了就睡 睡饱了就又吃 牛羊把都是这样的 那么冬天来了 动物呢 会钻到 动物会钻到 地下去过冬 躲开盐盘 所以它不会盖房子 因为它没有思考力 没有执行力 但是我们人跟动物的区别 恰恰就在第六意识 跟第七意识中间 人有第七意识 所以大家不要把自己再归为动 我们真正承认动物的人类 才不长的时间 才是两百年前开始 达尔文公布了一个 这个动物进化论 但是他公布了之后 他又说 这个人是从猴子变来的 也是从动物过来的 这一公布以后不打紧 这两百年来我们人都像动物极力的看齐 越来越长得像动物了 做些事情越来越像动物了 越来越不像人了 西方学者还是什么狼文化 狗文化 畜类文化 你要去学习 你学的是像狗像狼不像人的文化 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告诉大家 我们根本就是不是动物 我们是尊贵的人 西方为什么搞这样的理论 因为他们要卖产品增加你的欲望 说你像动物没什么 因为你本身就是动物嘛 你本身是动物 像着动物又有什么 不可以的 但是告诉大家 我们真的不是动物 动物没有狄青思维意识 不会思考 我们是说 这个人经常做事不长大脑 为什么 他从来不长记性 不去思考的人 极像那个动物 所以大家不要增长自己的动物性 去眼耳鼻舌上去追逐 而是要追逐自己灵性的升华 人本的健化 当然这里面还有更高级的 人跟人的差别在哪里 普通人是第六思维意识 叫惯性思维意识 管不住自己 事情来了 惯性的 自己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更高级的人他会思考 叫左思右想前思后想 想好了他再做 在更高级的人呢 他会启动第八阿赖也始终 往生生生世世储存的智慧 他超越了今生的所学所知 破了所知脏 那么在更高级的圣人 是上到第九的真灵思维 刚才跟大家讲 真心 真心真心真空的思维 那个回头再给大家讲 所以说那么今天呢 告诉大家 我们要重新设计人生 改变自己的思维模式 给自己的脑 活得更精彩一点 我们要走 离开人间 我们开心地走 我们不生病走 不用坐着轮椅走 不用躺在病床上走 我们把自己的眼耳鼻湿深的内光 像内药 内处大乐 使我们的身心都获得健康 我们一定到老都活得很精彩 时间的关系呢 我就不讲那么多了 我们有一个展位在第十五 还有一些产品在前面的桌子上 另外礼拜一呢 我会给大家分享一个养生之道 如果有时间 也是下午一点到两点 还欢迎大家捧场 好 感谢大家的捧场 谢谢 谢谢